他 他这是要干什么 铜光三人离龙坤最近 本能地开始慌了神 因为当龙坤闭上眼的那一刻 他的身体自行散发出 那种强大无比的气息波动 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 这应该是诸天世界体系下的修饰 破茧成蝶 正道成神的时刻 名为 问天 铜一放弃了吹奏笛子的动作 就这样无比震惊地 凝视着虚空中 无限接近云顶尽头的龙坤 其他人也都纷纷停下动作 仰头凝望 天哪 你们看 那是龙坤阁下 他这是怎么了 不清楚 但我知道 现在的他 应该是最强大的样子了 云天战场中 那些刚刚被龙坤拯救的五百战士们 皆在用心为龙坤做着祈祷 就在这时 浩瀚的天穷中央 一只无与伦比的灼热的凤凰图腾 缓缓浮现 是由无数的云凝聚出的图腾形态 遮天蔽日 幻美绝伦 紧跟着 龙坤在凤凰图腾的承载之下 登空而起 仿佛这一刻 整个吴跃天外围 黄潮平原战场的上空 他便是唯一的主角 怎么回事 此刻正在迅速赶往主战场的徐扬三人 也忍不住在半空 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驻足凝望这一刻的视觉盛宴 凤凰鱼飞 应该是龙坤 要问天正道了 小花激动地开口 这一幕他并不陌生 可是如今每当回想起 当初自己正道的画面 仍旧是心有余悸 不好 他周围应该是西战场 我担心会有人给他做干扰 我们立刻过去为他护法 他是我的团队当中 第一个被我亲眼目睹正道的 一定不可以让他有事 徐扬说着 在两大女神的护送下 立刻出发 来到了西战场周围 与此同时 龙坤身体周围各种颜色的 诛天道法迅速凝聚 无穷无尽的明文 在以旁人无法看到的诡异形态 涌进他的脑海 而在他的面前 同样也出现了一道 来自诛天的考题 凡人 你想正道成仙 那就彰显出你最强大的力量 证明你有这样的资格和实力吧 脑海中这样的声音 缓缓回荡起来 龙坤四爷已经完全心意通悟 知道该怎么做了 下一刻 他平心静气收敛所有的气息 就这样盘膝坐在虚空 让自己的灵魂脱离肉身 以问天者的姿态 面对诸天的考验 就是现在 我们五人合力出手 趁他最薄弱的阶段 对他发起致命进攻 只要得手 西战场 再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 开口说这话的正是同胜 作为流云皇朝一方的军队领袖 只要能够征服自己的对手 他宁愿不择手段 五道光影同时冲天而起 飞向那正在盘膝入定的龙坤 其他分战场 林瑶 施灵云等人 也都注意到了这危险的一幕 可惜他们都距离太远 根本没办法第一时间支援战场 龙坤那货也是太激动了 一时间也没有更多的准备 殊不知此时的他的确就是最弱的阶段 那同胜的判断并没有错 只要趁这个节骨眼重创龙坤本体 让他问天失败 那么龙坤这辈子都别想再凝聚神格 通往更高处的修炼之路 也将戛然而止 原本徐扬此番归来 想要给自己的手下们 统一进行问天做准备 可没想到龙坤提前触碰到了这道极限 再也无法重新来过 小子你终究还是经验不足 敢在战场中问天 你以为你是谁啊 同胜手中那一把青色的长蛇状神器 已经提前飞出 只取龙坤的眉心 眼看着这道神器就要贯穿龙坤肉身 一道无比强横的无色气芒突然出现 形成一道强大的守护光照 将龙坤整个人完美守护其中 这个人的气息之强大 甚至连周围空间的元素属性波动 都无法被识别 实力低一点的 甚至连外围这层通透的能量光照 都无法锁定 怎么会这样 同胜五人当场懵逼 却也就在下一瞬间 徐扬军林之姿出现 以神一样的姿态幻化而出 整个平原战场各方向 所有人都清晰地看到 徐扬就这样面色平静地 碾灭铜圣的气息守护 将这把神器攥在了掌心之中 天哪 他 他竟然把那把神器徒手给碾碎了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面前的铜圣像是吃了死老鼠一样 不可思议地盯着徐扬 你是如何做到的 徐扬笑了 你对力量一无所知 废物 感动我兄弟 死吧 大手一挥 徐扬体内六道气旋同时开启 紧一只手 就将这铜圣凭空吸到了自己掌心之中 狠狠掐住了他的脖子 放开我们老大 铜衣等人纷纷怒吼了起来 尴尬的是 他们的愤怒换来的只是铜圣 更加悲惨的痛苦和陨落的结局 骨头崩裂的声音一次次的回荡出来 铜圣就这样被捏成了粉碎 自始至终 都没有能在徐扬面前挣扎一下 下一个轮到你了 于是乎 刘云皇朝云天战场区域的两万士兵 就这样仰着头 亲眼看着自己最崇拜的五大皇朝名将 一个个如同小鸡一样 被徐扬挨个碾碎 连骨头都没剩下 阿杨 刘云皇朝这些士兵怎么处置 女帝伊西斯的声音传递到了徐扬脑海中 啥 一个不留 伊西斯如今的功法最为嗜血 徐扬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 才将这个任务交给这丫头 很快 伊西斯绝美身影 如同一道黑色梦魇 悄无声息地来到刘云皇朝众士兵头顶 王的命令已经下达 你们所有人都要死 巨大的血色光影凭空浮现 迅速笼罩在每一个战场士兵们的头上 疯狂吞噬着他们的灵魂本源 而后 大量的原始力量丰眠精华 也随着血液力量的压缩 最终融进了伊西斯体内 虽然这丫头只有一个弃弦 但她修炼的功法 一方面能够为她提供极限的身法速度 另一方面 则是让她具备了这种通过吞噬 来获得了丰眠精华的能力 我叫她的心动